10月17日星期二,今天要学的是参加活动获取更多 那我们来看,比如说每一个交易所呢,他们都会举办各种活动 就比如这一间呢,他是送iPhone15,一共送出16例 那呢,回期一个月,参与的活动呢,非常简单 那他送出的呢,有4架iPhone15,4架iPhone15 Pro,4架iPhone15 Plus 另外4架iPhone15,然后呢,他的参与的活动呢,是非常简单 只要您入金15,然后呢,交易一个手数 你们就有启动一个参加活动,很简单 那然后呢,得到达标后呢,你们就可以拿取钱出来 然后又再入金多一次,然后再交易一手 那你又有第二个机会 一个人总共有16个机会 那你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启动了呢 到了第16个股本的时候呢 那你参与的活动被赢取的机率呢 是比其他人高很多的,所以呢,一定要懂得善用各种交易所举办的活动 那呢,会除了让你得到盈利之外呢 也轻而易举可以得到他们的奖品 那呢,在交易的路上呢,就比别人赚取的好处更多 所以今天呢,就看大家懂不懂得善用各种交易所的活动 带来的好处,然后获取更多奖品和奖金 甚至有更好的利润和盈利 谢谢大家